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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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知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 好啦 那你再跟我说 好 拜拜 谁家出所 我上飞 你家出所也都不跟我们讲 怎么会这样子 应该是 有可能是上飞跟他爸妈反对阵阳 有很大的关系 修总在里面有进去 待会儿跟修总聊完 我们去找一下正阳好了 好 如果你是担心上飞食的话 我就帮你跑 你这么好 因为你是俗进 怎么样 有没有跟你兄弟一样 嘴巴一样甜 你不要跟他比你跟他差很多 要不要让他住 住什么家 爸 我跟你讲 你怎么要讲话最甜 就是不要讲话 是 好 小心 你去哪儿 怎么看起来心情很好 找到灵感了吗 上次 上次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刚才说你看起来心情很好 怎么现在那么严肃 什么事 之前老师帮我介绍的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的业主叫蓝艺婷 蓝艺婷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 那你今天没有跟小蓝一起出来吗 你跟小蓝什么时候要结婚 我们很久没联络了 她是你的初恋女友小蓝 是 她不是嫁到国外去了吗 是 她之前嫁去问个话 离婚之后就回来了 最近有准备再结婚 可是前几天在咖啡厅遇到她 我也才知道 谁啊 就刚刚杜老师介绍的那个案子 这个业主要求有点多 不太想接 那你就请老师跟他沟通 老师不是很了解你的习惯 都答应杜老师了 我自己处理就好 明天早上去了解一下 应该就没问题 我觉得我还是陪你一起去好了 你怎么突然要陪我去 你从来不跟我一起去见业主的 我就想说 反正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去复产科 那我就直接陪你过去 你放心 我不会打扰你的 不用 我又不知道我要谈多久 而且外面这么冷 你再开等我就好 我们再一起去复产科就好了 很少看你对设计没有想法的 你不是已经跟业主都聊过了 知道他们的需求吗 但是这个业主需求太多了 我还在想要这么满足他 我还以为你们像以前一样 直接拒绝他 总是要顾及杜老师吧 也是 杜老师介绍的 你也不好意思拒绝 是 晓晓 对不起 我本来这两天我就想早生一点跟你讲 但是我怕我跟你讲了 你会误会 你会担心 我原本想说 赶快把设计图画好交给他就算了 我没有想到我划不出来 所以这就是你的设计图一直空白的原因 是 如果你不想要我接 我可以拒绝他 反正我也划不出来 我也不会再跟他联络了 好吗 我知道你不要接你就不会接吗 是啊 但是他已经请老师出面了 你现在去推调 不是让老师为难吗 老师那边我会记住你 不用 你就接吧 林书凡 他现在是你的情人吗 当然不是 那他是你的敌人吗 也不是 我跟他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只是担心你不高兴 如果你不跟我说 我才会不高兴 你跟我说了这就代表 你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隐瞒 我去拒绝他 不用 你介绍我跟他认识好了 不好吗 没有不好 只是 你要问问他 那就交给你安排了 好 可是我设计图都还没画 这图纸上面怎么会有香水味 你的业主是你的 他们是一对新婚夫妻 那个 图纸上面的香水味 是他跟我说他有哪些设计图要改 我图拿回来你讲的时候我也才发现的 原来他喜欢的一个味道 还是你喜欢 我不喜欢 我可以自己去问他 晓芹 我已经跟他讲了 等我的细途画好我才会跟他联络 我现在连画都还没有画 那你就赶快去画 虽然他说不敢 但是也不要拖太久 快去画 赶快画完 赶快跟他联络 好 去 我跟佳佳有约要谈一下公司的事情 帮你带晚餐回来 你们谈你们的 不用担心我 我在家随便弄个东西来吃就好 好 求美小心啊 对了 你刚刚说他叫什么名字啊 蓝一婷呢 蓝一婷 蓝一婷 OK 拜拜 拜拜 你叫他接 你不吃醋 我跟一个小女生吃什么醋 她没有一开始就跟你说 那你还居然带一方的情侣 有设计房子 你当然应该要生气 笑什么 我笑你怎么比我还激动 书凡都有老实跟我说 而且我感觉得出来 他没有骗我 就只是一个业主 只不过这个业主 刚好是他的前女友人 你就是把他吵吵上天了 不过我有跟他说 我想要跟他前女友见面 这就对了 你到时候去的时候 多带点人助阵 干嘛 我又不是要吵他吵架 你不生气啊 前女友又是初恋情人 这个杀伤力很大 事情如果发生后座力更强 他拖了两天才跟我说 而且他还说 他只是想赶快把图完成 就没事了 你觉得我会不介意吗 那你当下没跟他说 因为我不想跟他起冲突 你也知道他心脏不好 也是有说过 他要避免情绪波动太大 那你也不要委屈自己 放心 没有我在 不管你说这女的又要再婚 那就代表他调试得很好 这点你要小心 小心什么 他能够再找到幸福 我应该要祝福他 也是 就要赶快去把婚结一结 顺便担心 这家 如果说 我是说如果 如果你跟松霖分开 你会再结婚吗 我没有要结婚 你嫂在那边 所以我才说如果 那我就终身不嫁 又没有人可以像松霖一样 了解我 包容我 那如果你的初恋男友 现在出现 你会怎么样 哪有那么多如果 我就好奇 我的初恋就是松霖 我高中的时候就暗恋他 只是那时候我们错过了 后来我交了男友 分手之后 我就用工作麻痹自己 在每刻一直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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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到总编 这种缘分 绝对不会放手 是缘分 我不是说林设计师刚才前女友 缘分有分好跟坏 像他们这种是孽缘 就应该赶快斩断 你叫林设计师赶快约时间 然后跟我说 我才不会跟你说 你刚刚跟我说 我要陪你一起去 不然你约我出来要干嘛 好 赵副总经理 我想要知道公司的事情 好 总经理 我待会给你报告 少飞离家初走 她可以去哪里 就说她跟她父母毒气 然后就夺门而出 那现在呢 现在我跟朵拉抱平安了 不过她不愿意让我们知道 她在哪里 平安就好 那我到时候再跟崔又廷联络 掌握一下伤飞的状况 我在想 群组应该都会发她的消息 佩老婆 那个家具展的 部分进行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找了十一间厂商 加我们总共是十二间 这一次的家具展 但每一家厂商的属性 和特色都不一样 我们这一次的广告 要跟上一次的家具展 有所不同 我想这一次就十二家厂商 都看在广告里吧 把属性区隔开就可以了 不过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那个资料在公司 我先回去拿 我去拿就好了 不 不用 老公我去拿 你又不知道在哪里 你等我一下 喂 凯琳 你在公司吗 我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就是 那个 喂 凯琳 我是淑敬 对 要麻烦你 在我们的办公室 办公桌右手边 有家俊展厂商的资料 可能要麻烦你帮我们 送过来一下 好 那待会儿顺便 在我们家吃个饭 好 好 麻烦你了 待会儿见 好 再见 你来这一招 不是 你又不让我去拿 我知道要请凯琳帮忙 太队了 林设计师找你干嘛 她 她找我就 问了一些蛮困难的问题 不过我都要解释给人家听 问你很困难的问题 你解释给人家听 你有听懂吗 老婆 我有进化好不好 我是二点零版本的 老婆 谢谢 你制作了什么坏事 我没有 我是真的要谢谢你 一直都那么为我着想 我也对你更好的 你设计师带你跟你说什么 秘密 谢谢你 修明跟凯琳去哪里了 他们去跑业务了 很好 对哪 业明 是 总监 俗信他们觉得 家具展的主事学 做得不是很好 你去联络他们一下 看要怎样修改 好 马上说你 好 晏鸣 现在主事觉长怎么样子 怎样 我觉得不错 问题是出在哪里 我也不清楚 我先联络一下淑欣姐 好 喂 淑欣姐 我是晏鸣 关于家具展的主事觉 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 风格没有问题 只是要把谁的家厂商 都放在一起 所以要再跟你讨论一下 好 你在公司吗 我可以过去 我现在在家里 你方便过来一趟吗 好 那我现在出发 好 谢谢晏鸣 喂 晏鸣 要不要陪你姐去啊 你跟淑欣姐 他们还没有那么熟 而且我还可以顺便 提供一点议价 好 谢谢你 所以上飞他 现在在国豪家 那国豪哥会照顾他吗 还是 其实我现在还蛮担心 邱先生那边的状况 自从他从高雄台中 回来之后 他给我的感觉是 不想再让步了 你的意思是 不行 这样上飞会有危险的 我们必须把他接出来 可是把他接回来的话 他要住哪边 住这样的那边吗 问题是他们两个 现在不能够见面了 如果他们两个见面的话 上飞的父母 就会更加对正阳不谅解 同时也会误会他 是他叫上飞离家出走的 怎么这些事情 偏偏就凑在一起 我有问邱先生 邱先生是告诉我 他在台中的时候 被人家打晕了 刚好上飞经过救了他 也因为这样 他留在那边 你说天底下 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觉得这事情 我们一件一件摊开来讲吧 上飞他二十岁对不对 他二十岁的话 就可以去登记结婚 结婚之后顺理成章 住在正阳家 我想正阳应该是觉得 结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也想尊重他的父母 所以还在这么坚持 安森 那谷浩哥的事情怎么处理 邱先生现在到底打算怎么样 我不敢确定 但是我现在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可以派人去保护上飞 不 这样也可以同时监视谷浩哥 对吧 你们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志强 这件事情一定要暗中进行 那你觉得谁比较适合 谁可以收口不贫 我会找一个跟他最没交集的人 你放心吧 我现在就去处理 怎么上飞一回去就遇到这些事情了 是我鼓励他回去面对的 因为我不希望他逃避 我有劝他回去 不过现在知道他在哪里 是有比较放心了 但是 松明 我劝你不要再去找邱先生 要不然他们可能又误认为你是大哥大大 我知道 我也了解我自己的处境 不过还是会担心 韩森 如果你有什么消息的话 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吗 好 回来啦 回来啦 好香喔 我先水饺配玉米融汤 好 很累吗 还好 辛苦啦 帮你倒杯水 来 谢谢 我问你 如果你的情侣有突然出现 你会不会救情夫人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你先回答我 好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跟心理全部都是你 要好认真回答 好啦 我跟情侣也不知道多久没联络了 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就是因为很久没联络 突然出现才会心动 奇怪 你今天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这是林设计师 他前女友突然出现 而且他居然还担要帮他设计房子 总经理跟你说的 对 那他们有吵架吗 是没有 林设计师都跟总经理坦白 但我觉得总经理就是把他吵坏了 不敢跟他吵架 就是担心他心脏不舒服 连生气都没让他知道 是啦 你也不希望他们吵架吧 是没错 但我根本不希望总经理受委屈 别担心了 我相信总经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 那既然舒凡都已经坦诚了 那代表这段感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总经理就是打算 要跟他请你我碰面 我说我要陪他一起去 你去干嘛 助阵 人多力量大 看那女的想干嘛 那总经理有让你去了吗 而且我也相信 舒凡 他也不希望他们碰在一起了 那感情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干嘛结婚生纸啊 你不懂 是 我不懂 我去煮睡觉了 所以你真的觉得他们表情 比较好 当然啊 为什么 等我煮完睡觉 我再告诉你 好 这一次我们要保护的对象是王上飞 上飞学姐 是 而且这一次任务目标保密 地点是国豪家 保护上飞学姐 为什么要去国豪家 关于这一点 我之后才跟你们详细说明 还有博翔 我知道你跟梦运期的人 比较熟 但是这一次的任务 情况特殊 所以务必要保密 尤其是对正阳 报告示 还有这段期间 千万不要让上飞 跟外局有任何的联系 我知道她可能会有一些意见 但是你可以跟她说 如果她想跟正阳说什么的话 直接跟你说 你再帮她转达 好 有问题 另外 如果你们发现邱国豪 有做任何非法的事情 立刻回报给我 了解吗 了解 来了 好 嗨 学姐 嗨 博翔 餐位 等一下 你们来干嘛 我们两个被指派来保护你 嗨 学姐 嗨 博翔 餐位 等一下 你们来干嘛 我们两个被指派来保护你 好 那请进 最后一个门要关 好 上海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学姐 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不回爱情公寓 因为我爸妈知道 我住在爱情公寓 这样他们就会去那里找我 所以我暂时住在这 了解 学姐 我们在值班期间 如果你有任何事情 想要转告给正阳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都会帮你传达 真的啊 这样就不用跑到桃园打电话了 不过宋总有特别提醒我们 如果豪哥走回头路 一定要马上通知他 邱老大不会 那就好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对方的全部都找出来 一个都不要够放入 豪哥 你们两个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你们 我现在不需要你们保护 是这样的 我们被指派来保护上飞学姐 不好意思 这样子 好 我知道了 豪哥 你要不要坐 好 随着坐 好 谢谢 大哥 中午了 我去买点吃的回来 我也要 我要 馄饨面 稻干 海带 还有猪头皮 好 为我这么好 好 我跟他一样的也来一份 好 我跟你们一起去 喂 你不想手机借我一下 学姐 宋总有交代说 不能让你联络任何人 为什么 这是宋总交代的吗 现在只要是打给郑阳的电话 都可能会被监听 反正他已经知道你是安全的 除非你想跟他讲电话的话 那明天再带你去别人地方打 不过要走远一点 又逃远了 现在警方都在逃远附近找你 这次我们就往 往宜兰去好了 宜兰 好远 不然这样学姐 你想要传达什么 你跟我说 我尽力的帮你转达 好吗 其实你去台中的这几天 郑阳挺着急的 你帮我跟郑阳说 要他不用担心我 都跟他已经订婚了 我就是他的人了 好 我会帮你转告给他的 不过学姐 你要住在这个地方住多久 对 邱老大 你觉得我要躲到什么时候 那要看你父母亲的态度了 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接受 你跟郑阳的感情 对吧 来 喝茶 谢谢郝哥 谢谢 淑青姐 这是你要的资料 谢谢凯琳 不好意思 麻烦你多跑一趟 不会 老公 好好谢谢凯琳 凯琳 谢谢 我去外面 好 喝口汁 郭亮哥 不好意思 来 请进 好 我去倒饮料给你们 嗨 这边坐 晴云 我不知道你也会一起过来 嗨 是我找资料来的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一些意见 依凯琳 这么巧 妳也在这 嗨 来 谢谢 喝口汁 你们要谈事情吧 淑青姐 你希望我怎么调整主视觉 因为我们现在总共有十一间厂商 我觉得原本的设计跟排版 好像有点太拥挤了 那如果调整成跨页 然后满盘广告 淑青姐觉得怎么样 跨页满满可以试试看 但主要是我觉得 我希望可以凸显认识一家厂商的特色 我再把更多厂商的资料没有给你 好 没问题 谢谢 楼口是金色黑色组成的 我觉得搭配白底还不错 我是不肯取白袭头像的 这样可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单纯就有颜色来讲而已 你吓到人家了 没事 还是志强哥你有偏好 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凯琳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待会儿大家没事吧 一起留下来吃饭 好 先喝口汁 先喝饮料 谢谢 我那么有默契 大家多试一点 不要客气 老婆来 老婆 谢谢 凯琳 粽子你吃完了吗 还没有 你不是说一次不要吃太多 会对消化不好吗 也是 凯琳 你不是在农泉上妈妈 怎么会吃到雁敏的粽子 你不要争吵 不是也有吃到 是 那你觉得好吃吗 好吃 老公 我们也在龙泉上班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超粽子 好偏心 雁敏 你没事的 都可以多来龙泉走一走 谢谢乖洋哥 不要这么客气 吃吧 我就是看雁敏 跟你们没有那么熟 所以今天才陪他一起来 以后常来龙泉 那就熟了 好 不要客气 好不好 不 不客气 谢谢老公 我会 凯琳 国梁哥跟淑敬姐 他们都喜欢这样开玩笑的吗 你们笑什么 没有 我只是觉得 你问这个问题很可爱 竟然会在意这种小事 是吗 那我不问了吗 干嘛这样子 国梁哥 比较少开玩笑 是一个好人 你不用担心 至于淑敬姐 超级和蔼可亲的 我今天只是帮忙送个资料 他就叫我一起吃饭 原来是这样子 那就好 刚刚吃饭的时候 他们提的主视觉 还好吗 就 被打枪了 不过也因为被打枪 所以我今天才能这边 遇见你 算是因祸得福吧 会不会是因为 你昨天送乐众给我 所以耽误到你的工作 不是 主视觉这种工作 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 你不要担心 走吧 妈咪 是我 就是那一个 可爱天真 无邪气质 优雅 活 妈妈 你的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无力 你是不是又没有吃饭了 你们不是说好你不可以耍赖吗 有 我有当你的乖宝宝 可是你们这样子 不是就是逼着我要离开你们吗 我不要 我不要离开正衙 我都已经收了她的戒指 我就是她的妻子了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能作福我们呢 我不要 我不要再回去 我回去又要被你们关紧闭 我不要 我没有要哭 我 有的时候 哭出来 心里会舒服一点吧 你就说我没有要哭了啊 好吧 车子呢 车子在前面右拐 一公里出 你们怎么又停那么远啊 不就是因为不让 好了 我知道 我让监视器拍到 伯母有说什么吗 我妈妈 她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不要回去看看她 是我回去又要被关紧闭 我不要 也是 那好吧 走吧 其实一公里也没多远 之前在营区的时候 要走到爱聊八场 都不止一公里 那时候是挡兵 你现在都退伍了 大哥 兄弟们说 南哥那边被警察冲了之后 就比较少在那边出路了 南哥他们好像换地方了 那天去家俱行闹的那些人 我已经派阿乐跟光头去找了 找到他就会通知我 你们两个 你给我放精灵一点 好 好 走 大哥 六哥我们只抓到了这两个 你们两个过得挺好 从今天开始 不准再给我去家俱行乱来 尤其是不准伤害我哥 还有家俱行所有的员工 有事就冲着我来 听到没有 听到 听到吗 听到吗 懂 今天 算你们运气好 我就放了你们两个 但是回去 跟你们的南哥说 叫他赶快出来面对我 这事迟早要解决的 懂不懂 听到吗 懂 懂 滚 你们听着 跟所有的弟兄们讲 准备开战 终于 我们憋超久的 换我们吐一口气了 还有 尽快把这个阿南给我找出来 是 哥 关东族 继续组 听到没有 大哥 这时候就别管什么关东族了吧 开战归开战 关东族还是要做的 好不容易有个正当的工作 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 大哥 跟着你就是我们的职业 是 少给我来这一套 听着 这次的事情 我会负起所有的责任 你们就够好好地 正正当当地活下去 听到没有 光头 阿乐 你们跟着阿正跟阿俊 学了怎么做干东族 他 他什么 是 是 先这样子 他说我不会煮关东族 真的要煮关东族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吃过了吗 有 我刚刚有自己煮面来吃 你会肚子饿吗 我会不要弄点东西给你吃 不用了 我刚才吃过了 怎么样 跟蓝小姐约好了吗 还没 我涂到还没画好 你是不是故意画很慢 我为什么要故意画很慢 设计本来就起不得了 你明天要去做胚胎植入 所以你今天要早点休息 然后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对了 你要多喝水 我一倒水给你喝 来 是植入前要多喝水 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 你不是也常常叫我多喝水吗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俩见面 晓芹 你就把它当成是我一般的客户 就好了 我的客户你也不是每一个都认识 你也不是每一个都想见面 是不是 那你就把它当成一般的客户 介绍给我认识就好了 你的客户我也认识几个 但我也不是每一个都想见面的 是不是 赶快去画图 回去洗澡 好了 嗨 少飞 你在干嘛 我在帮你布置 你看 那个窗帘是我特地帮你挑的 你觉得怎么样 好看吗 是蛮好看的 可是你干嘛装窗帘 因为你之前没有 我知道之前没有 但是 可是你看你家里 这样子空荡荡的 我现在帮你布置成这样子 你不觉得很温馨呢 好 好 你先下来 好吧 既然你想布置你就弄吧 好 反正我都要回去了 回去 回去老家 你老家在台中吗 那两个保镖呢 怎么不见戴了 他们陪我买完东西之后就回去了 上飞 我跟你讲 他们是送总派来保护你的人 要是我在的话 他们不在没关系 但是要是我不在 他们就一定要留下来陪你 知道吗 知道 现在家里头怎么说 就从我出来之后 我妈没有办法睡 也没有办法吃 做父母的 是一定会担心的 老公 我问你 如果我回去看我妈妈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我当然支持你回去 可是我晓得你怕说 你回去就出不来了 是不是 没关系 我有办法可以逃出来的 反正呢 就等到他们妥协 上飞 我跟你说 什么都可以等 就孝顺不能等 既然你说孝顺不能等 那你干嘛混黑道 干嘛不好好的把时间 花在你父母上 我也想啦 可是 没那么容易 我有我的苦衷 明明就很容易 什么有苦衷 你不想混就不要混啊 这些都是借口 好啦 先不谈这个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感情上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去找你的松林哥 或是韩律师咨询看看 最差 最差你也可以问我 找你 真的 当然真的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邱国豪这个人是有恩必报 只要我做得到的 你要什么我绝对给你 真的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既然你说你有苦衷 我们不想混黑道 那我就来当大哥 然后呢你把大哥的职位让给我 我来帮你处理这些事情 你想当大哥 你又没当过大哥 我有看过电影 而且我没有要当大哥 我要当比大哥还要大的大大姐 这不是在办家家酒 我很认真 但如果你有你的苦衷的话 那就不要勉强 那就说话不算话 我是不想当大哥 你却想当大姐 好 我就让你当大姐 不是 是大大姐 而且从现在开始呢 你就是邱老大 好 大大姐要做这 邱老大做这 来交换 是 是 大大姐 大大姐 请坐 谢谢邱老大 邱老大 泡茶 是 大大姐 很好啊 我姐恭喜你回美科奥 我妈也同意的 我妈也同意的 现在的意思是 你觉得你在你老婆底下做事 很没面子吗 还是我们就先站起来 你就让我试一下吧 快 不要动 爸 这样我就是你们的大姐了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爸 还好 还是过青年 淘的好宇宙 让我们一起搞真差 恭喜你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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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谁拼双我地尽负你 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天天王到飞气 我说好运到 祝你风声又随起 我说太神道 祝你大吉又大礼 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祝你好运年年 全家幸福团圆 全家幸福团圆 好运到 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谁是永运我们祝福你 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天天王不飞起 我说好运到 祝你风声又随起 我说太神道 祝你大吉又大礼 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 祝你好运年年 全家幸福团圆 恭喜恭喜你 金睨开 辛苦你 won the 带 möglichst 준 这事 紧 呃 祝蛤